我在2017年接觸到KKF自然農法 经过了将近两年的实际操作 我很喜欢这种简单方便 又对大自然最友善的一种耕作方式 最实际的就是它可以降低你的耕作成本 而且新手也可以种出专业的水准 KKF自然農法是泰国米之神基金会的DETRA先生首创 他在20多年前曾经获得联合国永续环境农耕贡献奖 在2012年由陈瑞芳老师引进台湾 现在有为数众多的农友在学习这种农法 它主要是采集山上的一把斧子土 加上米糠、糖米 就可以复制出好几兆的多样性微生物菌 微生物菌可以分解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物质 再将它们转化成养分 供应万物所需 所以要制制叶肥 首先就要先知道如何培养微生物菌 首先就是去找距离我们农田 车程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森林 高度也不用太高 而且呢有十年以上没有污染的山上 在阴凉潮湿的树印下或者是青岛的大树干 树芯如果已经腐化成土最好 一般在落叶下五公分左右 那有一层深黑色的松软 这就是我们要的腐植土 将它收集起来放在你的夹链袋里面 标注上日期与地点 回去之后放在阴凉的地方 尽可能的早一点将它做成微生物菌水 再来是准备米糠跟糖蜜 没有糖蜜的话可以用黑糖取代 水源的话就是没有污染的水都可以 如果是要用自来水的话 必须放隔夜才能使用 之后就是将这四样东西加在一起 用腐植土做成的菌水呢 是第一代菌水 不同地方的森林腐植土 微生物菌的含量不一 所以建议可以多收集几个地方的腐植土 每一个地方再做一桶 之后再从各桶中各取一公升的微生物菌水 再加上米糠跟糖蜜再做第二轮 这样我们的微生物菌就更多样化 不过呢大概就复制三次 三次以后的菌种就会变少了 我们采集回来的每一种森林腐植土 都是先用这种湿式繁殖法培养 主要的目的就在观察微生物菌的繁殖状态 将这四种之材通通加进去之后 拿一根木棍充分搅拌 之后每天早晚搅拌 搅拌的目的是打空气进去 通常我们的糖蜜会在五天后分解完毕 所以大概七天就可以复制完成 不过呢冬天因为气温较低 所以也许会到半个月 菌水要放在阴凉的地方 避免太阳直射 复制成功的菌水呢 会有一层奶油状白色的耗氧菌丝 这个呢就表示你的培养成功了 微生物菌水释放在农田里 就可以改善活化我们的土壤 但呢微生物菌水呢 它并不是肥料 所以呢以后我们会用微生物菌水 来制作我们的叶肥 例如像鱼内脏啊 厨鱼啊 或者是福寿螺啊 蔬菜果皮啊等等 都是用微生物菌水来制作 它简单操作又没有恶臭 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理由 好那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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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